科展的題目這麼重要 但是我要告訴你三個 不應該先找科展題目的理由 而如果你找題目已經卡關很久了 我也會告訴你應該要怎麼做 同時我也會提供一個對你很有幫助的檔案 讓你可以立刻下載 馬上動手 大家都知道 一個好的科展題目 對一個科展作品是相當的重要 那為什麼我要跟你說 我們做科展不應該先找科展題目呢 你聽我講就知道 通常一個科展題目是怎麼產生的 我們來想像一下 有一個同學跟他的好朋友們 一起組了一個科展團隊 然後坐下來準備要思考他們的科展題目 這個時候就有同學先說啦 我們來做一個太陽能的題目好不好 然後旁邊同學忽然就會來一句 嗯 可是我覺得太陽能的題目好像很多人都做過了 然後另外同學再補上一句 我覺得做太陽能的題目好像很難耶 於是乎太陽能這個題目就被否決掉了 這個時候又有同學又說啦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跟吸水污染相關的題目好不好 結果喜歡反對同學又說 可是吸水都要到野外去取 那要叫誰載我們去 我們都沒有交通工具 這個時候另外我也再補上一句 誒不好意思 我除了上課時間之外 很多時候我都要補習 我可能沒有時間跟大家去耶 於是呢 有人提出一個想法 立刻被大家反對 有人再提出一個想法 然後其他人再一次的反對 說著說著不知不覺大家就沉默了 你有沒有發現 這種討論科展題目的方式有一個很嚴重的缺點 太花時間 而且你要注意一件事 很多人在做科展的時候 一開始所組的團隊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是真心想要做研究 真心想要做科展 有些人只是來玩的 他只是想要看到實驗過程中產生爆炸 或者是這個實驗裡面可以做到吃的 他根本就只是想來吃東西而已 所以說著說著啊 這樣討論的結果 無形之中就會花費掉很多很多的時間來做討論 所以這是我要告訴大家 做科展不應該先找題目的第一個理由 因為你光想題目 就會花掉很多很多的時間了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會想要做科展的同學 你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兩種同學 有一種同學 他在做科展之前 本來就對科學很有興趣 而且他對某一個特定的科學組織很有興趣 舉個例子來說 他可能很喜歡甲蟲 他知道了很多甲蟲的相關知識 而且對甲蟲非常有興趣 甲蟲的很多相關問題 他都很願意去做生日的研究 所以這樣的同學 他不會有找科展題目的困擾 因為他原本做科展 就是想要解決這個甲蟲的問題 那還有一種同學呢 他本來也對科學很有興趣 但是他是對廣泛的科學都很有興趣 他可能很喜歡看科學的書 去了很多地方都要去科學博物館 看節目的時候也都看跟科學相關的節目 但就是因為對科學的喜好太過廣泛 所以他很難找出一個題目來做科展 講到這邊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科學X博士 你會找到我應該是在YouTube裡面 直接搜尋科展就看到我了 那我曾經在很多地方 推廣我的科學教育的理念跟想法 也有媒體對我的科學教育推廣進行報導 我自己有兩本實體的著作 一本是孩子的科學遊戲 這本書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科學動手作 而另外一本叫做人生實驗室 它是用理性邏輯的科學方法 幫助大家解決人生的問題 我也會接受單位的邀請 對各地方的科展老師進行培訓 我也要感謝老師特別拍影片幫我們做課程回饋 讓大家知道我科展課程對它的幫助 而我累積了多年的科展指導經驗 我也把它綜繁成一個線上課程 我的課程叫做科展秘籍研究的策略 這套課程主要是幫助對科展完全沒有任何基礎的同學 從零開始 透過一個有脈絡有邏輯同時被驗證過的步驟 扎扎實實的把科展作品給完成 同時可以避開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避開很多跟科學沒有關係的彎路 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把科展給完成 這是我跟學員的賴對話 他告訴我說 他終於融會貫通了 特別是今天的實驗目的相當的令人振奮 這位同學的家長也說 我說的真是一針見血 很快的就點出了同學的盲點 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剛剛說到會有尋找科展題目問題的就是 廣泛的喜歡科學 但是對科學的每一個領域沒有特定偏好的人 這樣同學在找科展題目的時候常常碰到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樣的同學他認真思考了他要做的科展題目之後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假設他決定他要來做太陽能相關的科展題目 結果會發生什麼事呢 他想到了但是也不太確定這個題目到底能不能做 又或是他做了也不能確定他這個題目會不會成功 又或者他在做整個太陽能相關實驗的過程中 如果碰到的問題他也不知道可以問誰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這個題目本來就是他自己硬擠出來的題目 既然這個題目是他硬擠出來的 那想必他對這個題目可能不是那麼的熟悉 碰到問題自然就不知道要怎麼解決才好 所以我說做科展第一步 不應該要先找科展題目的第二個理由 就是因為這個題目是你想出來的 也正因為你對這個題目不熟悉 而實驗一路做下去的結果問題一個一個冒出來 自己又沒有辦法解決的結果 科展就很容易半途而廢 如果你現在也想要做科展 我強烈的建議你先點贊收藏這個影片 而我影片最後讓你下載的檔案如果你不見了的話 因為你有點贊收藏了這個影片 你也可以很快的把影片找出來 再一次把檔案給下載 而我們頻道我也會陸續製作許多對科展有幫助的影片 如果你是真心想要做科展 那我真的非常強烈建議你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從一開始決定要做科展到現在 同學到底會在哪些地方花時間 首先大家會花時間組隊 然後花時間討論題目 接著花時間做實驗 然後呢不知不覺在實驗中碰到了障礙 於是呢又回頭再來討論說這個實驗到底可不可以進行 整個過程就不斷的循環不斷的輪回 平白了花了很多冤枉的時間 原本是對科學很有興趣才來決定要做科展 到最後就只剩下一個 哇我覺得做科展真的很煩啊 這就是我說的 不應該先找科展題目的第三個理由 消耗團隊的能量 大家原本是一起對科學有興趣才組成的團隊 但就是因為太耗費能量太沒有成就感 導致大家越做越沒有興趣 甚至團隊會因此而不歡而散 那你說X博士啊 做科展不要先找科展題目 那我第一步到底應該做什麼 前面跟大家提到啊 我有一本實體的著作叫做孩子的科學遊戲 裡面包含了53個在家裡就可以做的科學實驗 你直接先從這本書裡面 給你有興趣的題目找一個來做 你可能又要問啊 X博士 那如果你的書我看完了 全部都沒興趣怎麼辦啊 這種事不會發生 因為你不是廣泛的對科學有興趣嗎 怎麼可能一本書在這邊 你連一個有興趣的題目都找不到 當然 你手邊如果也有其他科學動手做的書的話 不一定要找孩子的科學遊戲裡面的實驗也沒有關係 只是如果你找孩子的科學實驗這本書的話 有一個特別的好處 因為這本書是我寫的啊 所以如果你有問題來問我 那我就會回答你了對不對 我假設你看了這個自製暖暖包的實驗 覺得很有興趣 你就照著我書裡面的方法跟步驟把它給完成了 但是在完成的過程中 你就會發現一些問題 就算你照著我裡面所說的步驟 就算你照著我裡面所說的材料 所做出來的結果也未必跟我書上寫的一模一樣 怎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兩個人做實驗的環境不同 做實驗的手法可能也不同 材料的牌子可能也不同 而且有些材料它的用量限制也不是那麼嚴格 先加或者是後加加的多一點點或是加的少一點點 實驗同樣可以成功 但是實驗的結果可能會有一些的差異 就以暖暖包來說 有人做的溫度可能比較高 有人做的溫度可能比較沒那麼高 有些人做的暖暖包 它溫度持續的時間可能比較長 而有些人做的暖暖包 它溫度持續的時間可能就比較短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差異呢 不要問我 你把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找出來 不就是一個題目最好的開始了嗎 當然 我為了要鼓勵把影片都看到這個地方的朋友 我特別把這本書裡面有關於 自製暖暖包的章節 直接就送給你 如果你現在是在手機上看我的影片的話 你先不要急著退出 把我的LINE ID抄下來 小老鼠 D-O-C-T-O-R-X 數字的9000 DrX9000 影片結束之後再來加入我的LINE 而如果你現在正在電腦上觀看的話 可以先把影片暫停 拿起手機掃描QR Code 加入我的LINE之後 直接輸入自製暖暖包 我就會把下載連結給你了 直接開始動手 肯定比你坐在電腦前面 空想你的科講題目來得有效的許多 我們來複習一下我們今天的課程 如果你今天廣泛地對科學有興趣 但是卻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科講題目的時候 我有三個理由告訴你不要先找科講題目 首先第一點 你光是想題目就會花掉你很多的時間 第二點 你想出來的題目這個領域可能不熟悉 中間你就會碰到很多原本沒有想到的問題 第三點 想題目的時間花太久 做實驗所碰到的問題又沒辦法順利的解決的話 你跟你的主員都有可能慢慢慢慢的失去動力 慢慢慢慢的失去興趣 而你一開始充滿鬥志的科講研究 就因此而半途而匪 非常的可惜 好了 我是科學X博士 希望今天的分享對你有幫助 而如果你有科講任何的相關問題 也可以透過LINE跟我聯絡 而在我們的頻道中 還有很多跟科講相關的影片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你一起來了解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個地方 拜拜